古人讲的话有道理 结后起修 起行 心结行正 结了以后再行 那个行是真心 没有了解 你这个行 那盲修下令 那它不是真心 你还是有很多烦恼兮兮 你还是 行还在造造业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 彻底放下 怨亲平等 对于圣经 善愿 不生贪恋 没有贪恋这个念头 不会起这个念头 逆境卧远 不会起诚恨的念头 会起什么念头 会起一个报恩的念头 就像善财童子 来找麻烦的 羞辱的 张爱的 甚至于陷害的 都是恩人 都是老师 他来考我了 看看我功夫怎么样了 那如果一点 诚恨心没有 还有报恩的 现在报老师的恩 及格了 通过了 真是这样的吧 善财童子 一生成佛 不就这么成就的吗 那五十三位善之士是什么 就是我们社会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你天天跟他接触 天天接受他的磨练 这就叫五十三残了 真在境界里的 磨练出来了 这个磨练成基础的观念 非常重要 第一个 也提 第二个 万法接口 直到一提 我们才会对 所有一切众生 那份真诚的敬爱 这个会生起来 大慈悲心会生起来 直到万法接口 不执着 好境界也是空的 不好境界也是空的 像我这次在这个印尼 一些老同学见了面 请我吃饭 里面有一个企业家 是个女的 是个老板 在印尼大概产业不少 那是个大企业家 他问我一个问题 大概有人 用不正常的手段的时候 骗了他一笔钱 大概这个钱相当可观 他问我 他想找律师 去告他 把钱拿回来 问我这样做好不好 我说你学了付了 这个钱呢 你也不需要急用 你有的是钱 他用你用不都一样吗 何必呢 真的如此吗 何况是你有钱 没有钱 也是这样的 我没有钱 我的钱全部被他拿去了 好事啊 只要你的心态好 我死了 要升天 心态不好的话 钱多回来了 往山途去了 这是真的 一天不假了 何必是真这个呢 你才真的能放下了 真的不再去真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医生 给我们做的最好的样子 为什么 他医生不要盖个道场 他要盖道场 太容易了 只要说一句话了 人家就给他盖好了 你看当时印度 十六大国王 都是诡异的 都是学生 那只要他点个头 是好办的 这个问题就搞成功了 为什么不要 这些东西不好 因为 淹护体众生 不好赌啊 烦恼吸气 业障很重啊 这些东西 会诱惑人 他发心到这个道场 干什么 他就是想财产来的 就是想到这享受来的 你不是叫他造业吗 佛看得很周到啊 所以一生 不要到这儿 园集走的时候 还在树林 还不是在房子里面 做得这么干净 做得这么彻底 全部的财产 三亿一波 生活方式 树下一修 日中一时 你听到我干什么 教学啊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认识啊 我们要 逢人就要说啊 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